在建造業議會推動環保建築相當長的時間 在零碳天地已經十年了 是 剛剛十年了 朴主席有什麼可以說一說這十年 我們是有目標計劃的 在今年最遲明年的年初我們就會做到這個目標 有可能還會出現這個負數 在這個屋頂有一個大概一千平方米的太陽能板 一千平方米在今天來說不是很大 因為已經有幾千平方米甚至上萬的也有 但在當時來說是最大的 它的發電量大概是100kW 一百千瓦左右 這個可以供應整個場所大概四分一的電力消耗 這個示範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MIC建築 它整件東西是在工廠裡加工 分成兩個模式 整個辦公室就在工廠調過來 我們在馬路這裏就調了它進來 放進去兩晚就行起了 那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是一個冷水機組 就抽取在這裏有一條渠 一條雨水渠 下面的雨水上來做冷卻 然後就供應我們這個Exhibition Hall 這個Multi Function Hall 這個就真是達到我們的要求 用這個做實驗 但是將它推到那個社區 發揮了我們的 mission Exactly 用幾天時間 整個現在大家看到的建築物 就裝陷好了 可以用 當時是給了業界一個強心針 說咦不只是說的 不是討論的 真的做得到 我們這裏就以教育市民大眾 怎樣繼續做一個Smart City 或者一個可持度發展生活 生活模式的主要場地 我們一起去的 我們看吧 有些是 我們看一看 我們看的 有些平衡 在這裡 我們看這裏 其實可以在這裏 要在這裡 有些革命